这种时候他才会跑出来说 我要我们大家一起吧 如果不是工作不是赚钱 基本上他就不想出去 是不是有点势力呢 是 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鱼 你是追求和大家一起出去跨年的人吗 是的请喊 证明你还很年轻 反正我是不想 那我们来看一看 跨年绝不想出门人挤人 就是像我一样想要宅在家倒数的星座 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前三名就好了 我们来看第三名 处女座 处女座本身他对环境 就是有一个高敏感状态的 因为够不够干净啊 人是不是多啊 大家在做什么 有没有遵守规则 这就是处女座龟毛的一部分 这也是让处女座有点想要宅在家的原因之一 但也不是根本原因哦 那处女座心里面觉得 在家里面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如果外面是很累的 而且也没有一帮朋友可以一起去 我自己一个人去或者跟不太熟 不怎么喜欢的朋友一起去 那还是算了在家最自由 在家最喜欢 那这种心态下呢 处女座真的如果没有朋友 好朋友哦 邀约他的话 他觉得跟家人在一起 或者说待在家里面做自己习惯的事 顺便打开手机 打开电视 听一听倒数的这个声音 有个感觉 有个仪式感 那就好啦 所谓的仪式感并不是 我们要过节的时候 再去安排做什么 仪式感是一种心态 是一种习惯 所以处女座会把这种 如果没有好朋友 我就没办法去party的这种缺憾呢 弥补在生活中 你可以看一看 生活中的处女座 她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感 是她习惯运用在她的 比如说工作上啊 回家的时候的一些小动作上 比如说她习惯擦精油 或者说她习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 戴个帽子 让自己有感觉 再或者说她自己在生日的时候 就已经有个很大的party了 在某一些人少的节庆的时候 她就已经呼朋唤友 该喝酒喝酒该出去玩 就出去玩了 所以在这种跨年人挤人 全世界可能一年就休息一次 就出去玩一次的这种状况下 还是不要跟自己为难好了 因为停车也不好停啊 那么多人人挤人 是不是她有细菌呢 会不会有什么病毒呢 还是万一我的鞋子被踩脏怎么办 总之呢 处女座就会找各种奇奇怪怪的小理由 然后做出她的大决定就是 跨年如果没有好朋友一起的话 那不如就在家吧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处女孤单吗 那你也就中招了哦 因为她会呼朋唤友说 外面人挤人呢 你们要不要不要出去 来我家就好了 这是她的小心机哦 因为来她家呢 她就不用人挤人 这顺便也是处女座 看你是不是够朋友的筛选方法之一哦 这个小心机还是蛮可爱的 处女座喜欢跨年宅在家的原因 没什么特别的话 就想待在家 我们来看第二名天蝎座 天蝎座的个性啊就是 她喜欢一个人独处 或者说她对别人还是多少有点设防 如果不是工作不是赚钱 基本上她就不想出去 天蝎座是不是有点势力呢 是 为什么要讲实话呢 也不是说她真的势力啦 因为朋友之间嘛 跨年就应该是跟家人在一起啊 为什么是跟一群人出去呢 为什么跟不认识的人 人挤人呢 如果我跟家人一起 比如说摆一桌 吃点好吃的 然后聊一聊这一年的状况怎么样 写一点未来的to do list 一年的schedule 这都好啊 何必跟陌生人一起 然后三二一 谁认识谁啊 所以这才是天蝎座真实的想法 并不是她什么计较势力 或者说真的与人需要那么远那么远的距离 而是她很在乎人和人之间很真实的情感的互碰碰撞 大家之间的连结真的就是家人之间是最紧密的嘛 除非这个天蝎家人不在同一个城市 那可能他就会去找朋友了 当然天蝎座平常给自己安排的节目也很多 因为天蝎座不想让自己一个人在那边钻牛角尖 然后因为某些情绪累积在心里又被翻出来 然后在家里独处个寂寞 所以呢她平常就会呼盆遭友去有些什么活动啊 比如说摄影社去上课 然后跟朋友们去吃好吃的 然后有什么球赛去看一看 或者自己找一些什么化妆舞会啊 然后什么dresscode party啊都好 总之呢自己找理由比过节日要来得多 那过节日的时候如果理由不充足 那他当然就不会想要出去 比如说大家出去玩一起倒数可以啊 车子哪里停你有吗没有 看得到101吗没有 烟花是不是今年雾太大还是风太大 烟花可以够漂亮看得够清楚吗不行吗 没有理由我干嘛出去呢 我还不如去找自己喜欢的人去一起做喜欢的事 甚至现在疫情大家赚钱这么累 回家睡个觉都好 我们就开开心心打开手机看世界各地的放烟花 然后跟大家无时差一起倒数都好 何必呢人挤人呢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理由啦 因为节日嘛就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只要自己做自己开心的事就是跨年的仪式哦 天蝎座喜欢跨年宅在家的原因 没有解决方案干嘛出去那么累呢 第一名这个人不管过节还是不过节都不爱出门 就是摩羯座啦 土香的摩羯座然后他又是阴性的性质星座哦 所以他本身就是喜欢在自己想做的事情里面沉寂很久 当然这要看摩羯座自己的心态了 平常比如说我一定要在工作上有所建树 我一定要在学校的社团活动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成就感 然后未来我的履历我的学校的一些可以排出来的资历是漂亮的 这样的状况下摩羯座是非常喜欢召集大家去做活动 并且把这个活动办的有声有色 但是这是有目的的 这是跟人生未来的发展有关的 如果今天只是生活 那摩羯座一定是趋向于待在家 没有理由 因为摩羯座觉得人生就是自己跟自己去相处的过程 如果今天跨年是一个人生的节点 今年要结束 明年要开始 大部分的摩羯会想要在家里面 把自己去年一年的状况想清楚 回想一次之后 未来一年该怎么做 他也会排一个自己想象的schedule 或者是自己想要的规划在里面 而且他希望自己排这个过程中 是让自己可以做到的 不是那种画饼式的行程或者画饼式的计划 在这种状况下他也许还会去跟一些人联络 也许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另外一半 去一起商讨 我有这样的计划 能不能大家一起配合 或者说跟自己想要一起合作的同事 什么的 播个电话传个讯息都好 未来一年大家互相帮忙一起加油 这就是摩羯 有一点实际 然后有一点接地气 想要把生活安排好 也有一点害羞和压抑 总之他在自己想要放松的时候 闷骚也好召集朋友一起玩也好 大部分都不在过节日的时候 反而是他过生日 或者是公司一定要办什么 出去旅行 然后要什么活动 要让大家一起开心 这种时候他才会跑出来说 我要我们大家一起吧 而且他会变得很好玩 跨年过节这种生命的节点 他还是趋向于平静下来 安安稳稳的思考沉淀 为未来做准备这样的节奏 摩羯座 如果喜欢跨年宅在家的原因 出去不好玩 还可能有一堆麻烦 不如自己为自己做点事吧 跨年这件事情 就跟我们打疫苗一样 愿意出去凑热闹 反应比较大的你就很年轻 但是沉淀在家的 也许他就是一个历经沧桑 有过经历 也出去玩过了 所以在家里面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人生长久以来 还是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一个过程 不是吗 所以不管你跨年 今年是跟朋友在一起 还是跟自己在一起 或者跟家人一起 总之呢 你要开开心心的 为自己的未来一年 做好期待 做好期许 给自己信心 未来一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下集见了 拜拜